好 那我们要来再看一下有关于辅助的部分 辅助的部分 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备忘导 备忘导的部分 但是呢还有一个 这个部分我就 比较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尺规 尤其您之前都是用 贴上然后自己调那个版面配置的 没有发现不同页的时候那个对齐 好像不真好对 有时候差一点啦 比如说那个位置会跳一下 你如果比较快的切换了之后就会发现 那其实呢我们在Coffer里面有尺规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里面有两条 有没有 这个就是它的尺规 好那预设并没有显示出来 不是尺规 那个叫做隔线跟辅助线 这个叫做隔线 这个叫辅助线 你看有没有关掉 那我按右键这里 所以你把它打开 确定 可是这样子不能看嘛 所以你移到那上面的时候 稍微拉松一下 有没有 假设我希望内容都怎么样 是不是永远对齐这条线 那我这页设的 你不用担心下页依然会看到 让你了解意思了吗 所以你看看我可以把这个地方 我拉过来 我就把我要对齐的 对好 所以我们一张一张检视一下 这个还对的蛮整齐的 这张是谁 有发现这里突出来了吗 大家有没有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对不对 不过它的缺点是什么 就这么两条 因为有时候你要对两个地方 这个时候它就不服使用 所以它有这样的工具 但是比较可惜就是 只有一个 所以你只能说 你稍微记住一下它上面的位置 因为你在推的时候 它上面的位置会显示出来 那等于说 假设你现在对旁边的 假设我要对这边 那么就是你记住了 就先把这边对好之后你再拉回来 所以事实上如果说 您不习惯用版面配置的 用这个方式 也可以得到比较一致性的结果 因为毕竟你要调来调去的 总是不希望说 一下跳左边一下跳那边 当差距太多的时候 视觉上会感觉得到 视觉上会感觉得到 所以这个是 您可能在辅助的时候 除了就是刚刚讲的备忘以外 您可以参考一下的一个工具